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阿波族的频道 那么呢,大家也知道昨天3月20号网上的预备临时停机维护了半个小时 临时修复了一下这个无限武器上一级必杀的bug 但是呢,在patch过后呢,还是可以刷的啊 只是换那种形式而已 那么呢,这期就教给大家新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好了,我们开始讲正题啊 那么呢,在patch过后呢,今天3月21号呢,是有新的方法的 这个方法呢,是不再需要十字军互动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首先呢,我们确保我们拿的是二号武器 那么呢,接下来上机枪塔的瞬间呢,切到三号武器去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它这个时候呢,是有个摸枪套的小动作 好,我们现在下机枪塔 你会发现我现在手上呢,拿的是水生武器 这就是卡成功的一次 那么呢,接下来切回二号武器 然后再重复散述的操作即可 你甚至可以在鼠标驱动这里呢,设置一下鼠标红 这可以让你的操作呢,轻松不少 我这边呢,是滚人向上呢,就切到水生武器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按键呢,映射到鼠标的五键 根据这个键呢,去设置鼠标红就好了 你想卡多少次都是可以的 十几次啊,几十次,一百次都是可以的 所有的武器呢,都能享受到这种加成 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刷不刷取决于你 如果你要刷的话,那就做好一种心理准备 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风险 如果你担心这种风险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碰,也不要刷了 而且呢,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刷的话 那就尽快刷啊,说不定马上就要被修复了 如果被修复的话,也不要觉得可惜 因为这个迟早会被修复的,这是必定的事情 虽然说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这个bug还是挺好玩的 非常有意思 而且呢,很多玩家反应呢,这是他完全近一年以来最开心的一次 终于可以做一次真正的叛变特工,不是吗 但是还有一部分玩家呢,他们是反对这个bug的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无论什么游戏bug都是有两面线的 有好有坏,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是正常的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人把这个bug带去了暗区,那就过分了哦 这就是刷bug的底线和原则性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刷得愉快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境恶的最新bug攻略了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